我既然答应要帮你 就肯定要帮你做到最好 我从小到大什么时候输过 他输个挺低 看不出来啊 是个推销高手啊 那还不是因为你的衣服设计得好 这算什么 没见识 什么 什么没见识 不过某人今天才卖了134单 还不到莫总的一半 不可能 不过某人 你们等着看 明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叫实力 还要工作呀 吃点东西吗 放这吧 好 留下了 快点点吃点吧 我亲手做的 我知道你辛苦了 嗯 嗯,不辛苦,莫子欣才辛苦。 哦呦,吃醋了。 哼,怎么可能? 莫子欣算是跟我隐私成比。 那既然不辛苦的话,我就端走了。 做都做了,不吃浪费。 其实你真的不用这样的。 本来总裁店人就是个噱头而已啊。 没有一定要整个高下。 我既然答应要帮你, 就肯定要帮你做到最好。 我从小到大什么时候输过? 输个情敌。 那你继续工作,我先睡了。 嗯。 你觉得我穿这件衣服好看吗? 我觉得这件衣服,无论是版型还是款式,都是非你莫属。 好的。 那我呢? 这件衣服怎样? 帮你看一下。 一个一个来,一个一个来,不要急,不要急。 好开心啊。 我觉得两件都适合你。 可是这两件一模一样吗? 你可以一件留在家里住,一件留在公司上,方便你换。 那我两件都买,能给你拍张照吗? 刘亚,买单。 我也想跟你合影。 莫子昔最终成绩,三百五十六。 尹思辰最终成绩。 三百五十七 怎么样 最终 还是我赢 恭喜你啊 尹总 不过上次那个商业案 我已经想办法拿下了 没关系 至少在西西这里 还是我赢 干嘛呀 帮我刷条裙子 被在隐私城下面 你 帮隐私城作弊 隐私城他不喜欢输